印度声称中国武器不如印度 但是很尴尬 亚米尼亚亲自承认 印度武器根本就没用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亚米尼亚近些年来是豪致重金 大批采购印度的各种武器 但是它在面对阿塞拜疆 还是被打得哭爹喊娘 如果不是因为俄罗斯从中劝架 亚米尼亚的下场只会比现在更惨 针对这一情况 亚米尼亚前国防部长卡拉佩特扬 也是终于忍不住了 据外媒报道 卡拉佩特扬最近就爆出了一则猛料 直接扯下了印度武器的哲求部 直言亚米尼亚花数亿美元 从印度买来的武器 基本上已经失灵了一年 既无法开机 更无法开火了 无论是印度的MARG-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还是皮纳卡多管火箭炮 又或者是阿什卡防空导弹系统 事实上都沦为了破铜烂铁 在结束采访时 它还公开抨击了帕西尼亚当局 购买武器装备的政策 指控其严重浪费了国家的经费 采购了大量无效的军事资产 而更加戏剧性的一幕是 当初亚米尼亚执意购买印度火箭炮 而不是购买中国的火箭炮 当时国内一些网络大V 还叫我们好好反思 然而现实不仅是印度武器 坑了亚米尼亚 阿斯拜疆之所以能暴打亚米尼亚 手持中国武器 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阿斯拜疆长期以来都是我们中国武器的固定用户 在2021年之前 阿斯拜疆军费总规模都不到20亿美元 即便是到了2023年也才一近30亿美元 但是阿斯拜疆却愿意掏出半年的军费 施资16亿美元也要采购我们的骁龙Block-3 所以看出阿斯拜疆对中国武器的信任 除此之外 阿斯拜疆还引进了中国与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波罗乃兹火箭炮 这款炮的火箭部分是中方的技术 运载车则是白俄罗斯研制的 这种火箭炮维力大 精度高 射程远 让阿斯拜疆是爱不释手 多次以弹药储备为由 从中方采购了大量这种火箭炮的弹药 而亚米尼亚大概率是被印度给忽悠了 才采购印度的武器 印度制造的武器号称是世界第一 而实际上印度连自己都不用 但架不住印度它有一张嘴 黑的都能给你吹成白的 印度还有事没事的就对标我们中国 不知它是哪来的民一样的自信 既然阿斯拜疆选择了中国武器 不排除亚米尼亚抱有弯道超车的想法 想要打败阿斯拜疆 把希望寄托于印度制造 但是现在来看 亚米尼亚是真的被印度给坑了 大家觉得呢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